玩家們還記得當年《奇妙人生》中 Max 和 Chloe 真摯的友情和冒險帶來的感動嗎 在二代問世之前 前傳《奇妙人生 風暴》之前的第一章 也在不久前推出囉 和本傳一樣 《風暴》之前一樣是一款劇情選擇遊戲 玩家要透過和遊戲中其他角色 物品的互動來推進劇情 故事則是發生在本傳的三年前 主角 Chloe 在父親過世 以及好友 Max 離開家鄉之後 變得叛逆不羈 卻意外與學校中最受歡迎的女孩 Rachel 編織出一段奇特的友誼 遊戲中玩家依舊需要謹慎選擇自己的決定 因為不同的選擇將會如同蝴蝶效應般 將故事走向帶往不同的方向 Chloe 雖然沒有像前作主角 Max 一樣擁有倒轉時間的能力 不過這次遊戲新增了爭辯挑戰系統 耗辯的Chloe可以用距離力爭 或是侮辱對方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奇妙人生風暴之前 在場景氣氛的營造 以及音樂、歌曲的搭配等細節 依舊是相當賞心悅目 想要一探Chloe 在成為那位大家熟悉的 藍髮龐克女孩之前 經歷過什麼樣的冒險嗎 快來奇妙人生風暴之前中一探究竟吧 來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